近期解放军无真7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先后连续两天,穿越宫谷水道,不仅进入西泰海域,执行了电子情报收集和侦察监视任务。 而且据日本相关部门公布的消息称,无真7无人机穿越第一岛链上空后,一路向宫谷岛西南方向飞行了约400公里。期间无真7层一度接近日本的石原岛、竹复岛、西表岛和波罩尖岛等岛礁附近海域,随后在宫谷岛西南空域,折返转向,再次飞越宫谷水道。 为了应对所谓紧急事态,日本不得不派遣驻守冲绳的战斗机紧急起飞,对解放军无人机半飞拍摄。 作为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无真7的最大声线超越2万米以上,经常在18000米高度进行侦察飞行。 这个飞行高度,让日方军机的半飞坚实变得十分困难。 虽然F-15战斗机的最大声线指标也能达到2万米。 但为了安全起见,日方战机一般不会飞到如此高度。 也就是说无真7执行任务的常规飞行高度,已经逼近F-15战机的最大飞行高度。 有分析认为,日方战斗机不愿意贴近无真7。 一方面是自己的机灵普遍偏大。 担心在高空与慢速飞行的无人机长时间半飞。 存在太多未知数,担不起这个风险。 另一方面随着解放军战斗机、轰炸机和无人机,多次穿越第一岛链。 驻守在冲绳的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 不得不频繁起降,日本耗不起赔不住。 面对解放军,战机在东海和西太平洋上的高强度存在。 日本自卫队已经没有能力。 与解放军进行空中一对一的丁烧式对抗。 从最近日方拍摄的照片来看。 日方飞机,在无真7下方,匆匆拍照取证后,就离开现场。 有分析认为,最近在宫谷海峡上空的对抗态势表明。 日本自卫队,缺乏应对无人机,高强度抵近侦察的能力。 外界普遍认为,当前自卫队和美军,要在第一岛链成功拦阻解放军进出西太平洋。 已经毫无胜算。 此次无人机穿越宫谷水道。 只不过是当前中日在第一岛链,主岛权争夺上的一个小缩影。 我认为近来中国海空军编队,不断进出第一岛链各国际水道和海峡的行动,与日美不断举行的夺岛演习。 共同反映了中美日围绕东海和第一岛链控制权的海权博弈现状。 这种博弈实质上也是东北亚国家围绕西太地区军事主岛权进行的战略竞争。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逐步落实,美国逐渐将日本推上了炮灰位置。 美方寄希望,通过美日安保机制,将日本顶在对抗中国的最前线。 而美军则明智地选择从冲绳基地群,向关岛、天宁岛和澳大利亚后撤。 五角大楼逐渐意识到,中国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在不断加强。 解放军的高超音速武器,反舰弹道导弹,和远程巡航导弹,已经具有覆盖东海与南海的能力。 他们担心距离中国导弹基地较近的冲绳,集中了大量美国军队。 一旦发生战争,必将遭受大规模导弹打击。 在美国军事专家看来,就军事打击能力来说,地理上的距离已经不是关键。 所以冲绳作为美军前沿阵地,也不如从前那么重要。 如果说冲绳是第一岛链枢纽的话,那么关岛就是第二岛链上的枢纽。 美国现在开始着手构建亚太地区的网状防御据点。 这种据点以距离中国较远的关岛为中心基地,而不是以日本的冲绳为中心。 所以,部署在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将搬迁到关岛。 不过美军从冲绳收缩,并不意味着第一岛链就没人把守了。 美国立即将日本推上了第一岛链对抗的第一线,要求日本在第一岛链,打造一个由多个岛屿组成的琉球军事湖。 通过在冲绳群岛和西南离岛,部署远程反舰导弹,军用机场和电子侦察设施,要将来自中国的首轮导弹和战机袭击,拦截在第一岛链之内。 而美军自身,则在关岛和塞班岛一线的第二岛链,保存有生力量,进而寻击反攻。 所以,琉球军事湖就是为美国达成这一战略目标,而预先设定的一枚弃子。 换句话讲,日本在冲绳和西南诸岛上的军事部署,就是赤裸裸的炮灰,是给美军争取时间的耗材。 令人遗憾的是,日本虽然对美国方面的算计早就一清二楚,但正所谓周语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日本政治精英普遍认为,日本完全可以借助增强第一岛链防御的借口,按地力实现日本军事大国的夙愿。 而美国对日本扩充军备的举动,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家各取所好吧。 我认为在现代海空一体战的高强度攻防下,日美企图将第一岛链打造成数艘不成的航母,根本没有多少战略价值。 日本加强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将冲绳人民当作战争人质。 日本在第一岛链继续赌国运,搞不好真的会赌光国运。 近日一则日本索尼因侮辱烈士邱绍云,账号被禁言的消息冲上热搜。 说起日本索尼,广大网友并不陌生。 虽然中国制造已经崛起,但是至今日索尼、尼康等日本相机品牌,仍然霸占中国相机市场,并且在中国市场赚得盆盈钵满。 但是谁能想到这些日本企业,不但不知感恩,竟然还在中国市场大把捞金的同时, 利用其官方平台,多次肆无忌惮地对中国大放厥词。 在烈士邱绍云的忌日,这个索尼,竟然编发了一条狗,在树叶里面的内容。 并且配上毛主席的他在从中笑的诗句,直接来侮辱我们的烈士邱绍云。 由此可见,这个索尼的小编辑是多么的无耻和放肆。 这个索尼的官方微博可不仅仅只是出饭,而是屡屡作案的惯犯老油条了。 更是有多次辱华行为,比如七七事变纪念日,偏偏在这一天发布庆祝新品要占领中国。 更有甚者在2019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当天。 这个索尼竟然高调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了新款降噪耳机,其广告语恶毒地喊出了绝不妥协的口号。 在我们的公祭日当天推出降噪耳机。 应设我们举行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就是噪音,并肆无忌惮地声称绝不妥协。 看到了吧,这就是日本著名企业。 在中国转的盆营钵满的索尼,对中国的所作所为,什么叫吃饭砸锅,什么是贼心不死,这就是,根据我国的英烈法,凡是有侮辱国家英烈行为的。 根据情节除以刑罚,此前已经有大卫因为侮辱英烈被判刑。 所以对于这个日本索尼侮辱英烈的行为,不能仅仅将其微博封尽了事,而是应该将其中国区负责微博的工作人员绳之以法。 胆敢侮辱中华英烈,必将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日本索尼利用这种阴暗手段,恶心中国的无耻行为仅仅是冰山一角。 长期以来,日本动用大量经费在我国培植亲日大V,在网络之上散布亲日言论,替南京大屠杀洗白替日本的恶行洗白。 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更有甚者,在深受日本侵略其他的南京有关寺庙,竟然出现了替日本侵略者供奉牌位的事件,并且在中国多个城市举办日本的节日下日记。 而在中国建设日本风情街的消息也比比皆是。 同时,一锁锁日本学校也在一些发达城市开始兴建。 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入侵之战,在中国各地打响。 更加让人警惕的是,如今的日本正在积极推行。 日本老人赴中国养老的商业行动,并且已经在中国多地开始进行实际操作。 我们一些人还在期待着中日友好,希望与林为善。 可是日本却一边在中国吃饭砸锅的同时,一边肆无忌惮地发起了一场对华文化入侵之战。 同时,岸田文雄更是多次对我国的台海指手画脚。 公然威胁要介入台海争端,狼子也心可见一斑。 该到了对日本抛弃幻想的时候了。 使称针子。 福祉,马来到北海池。 我交给你本买的地域。 参加了不参加的确減。